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声音吗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 2016年6月27日 这是我们交易策略团为大家带来的第241期讲解 每天一个小时和大家一起共度的这些时间 我们希望能够在有限的这种时间里边 能够带领同学们进入到交易的 这种交易获利的美好的这种场景当中去 那今天我会继续和大家去 讲解我的大学外汇交易的由入门到精通 那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我们会讲解形态 价格形态 那在我们通常理解的价格形态的时候 会理解到我们的这种图形的pattern 但是有一类的chart pattern会和我们讲解的chart pattern是不一致的 就是不是完全一致的一类的chart pattern 它有它特殊的含义和意义在 那这些chart pattern就会引申成为 Falue-to-Burlang理论的后续形态 成为蝴蝶和加特利222 还有我们在之前讲过的ABCD形态 以及ABCD形态的延长形态等等 那这些形态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使用的时候 它的引导行情运行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我们今天就会和大家进一步的去探讨ABCD形态 以及由ABCD形态引申出来的形态在交易当中的使用 那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郭凯康康康康康的院长 也是Cold Trading教育俱乐部的创始人 那在以往的工作当中 曾经是CCTV证券财经频道的特约分析师 那始终在十余年当中坚持在交易的第一线 每天在交易的过程当中累积的一些心得 希望能够给这些所有想去在交易方面上 有所斩获的这些投资人 使他们能够在交易方面有所斩获 今天所讲解的内容都是General Advice 不涉及个人理财的规划和建议 所以请各位同学 斟酌使用我们在课堂当中所使用的交易的建议和内容 而会交易在分析的过程当中 有基本面的分析 有技术面的分析 那技术面的分析内容当中 可以说它的涵盖的面除去市位态之外 还有仓位的控管与概念与原理 那么有些大部分的外汇交易当中的概念与原理 都是可以在交易当中直接去形成获利的机会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张图表当中 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张图表当中 我们看到基本的概念与原理 包括道士理论 江恩 埃略特 波浪理论 波浪理论 我们在之前的内容当中 给各位投资人做过一些简介 讲述到了 一二三 以及它的五浪形态 以及调整的ABC浪 它的基本的八浪构成一个完整的波段形态 以及后续的一直延伸到89浪的细分浪结 我们都做过一个概述 那波浪理论是在交易当中 一个和道士理论与蝴蝶形态 江恩 我认为在等同的位置上的一种基础性的理论学科 除此之外的还有周期理论和蝴蝶的形态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斜波交易 所以斜波就是ABC形态 那和蝴蝶形态是属于同一个类型 也就是说斜波是属于在蝴蝶当中的一个类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所要讲解的内容 它是什么 所谓的和谐形态是指贝伯纳西的境界 贝伯纳西在使用的时候 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调出图表来 通通开一个图表 我们随机的 这是一个指标 我们在去研习它的时候 这是它一个固有的指标 就是在外汇交易当中 就是在MTVO图表当中固有的指标 斜波纳西在使用的时候 有常见的有两类型态 第一个就是这样的 通过画它的内切的这种方式 去找到它的回调的位置 大部分的这种交易 特别是欧元在运行的时候 它会走出非常精准的一些行情 比如说像这个波段当中 四小时图 由低点开始向上运行 形成它的一个主波段 主波段过后形成了一个回调 在618的位置上形成回调 当然如果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这种行情推动的话 那欧元往往会在这里形成反转 而不是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一种回调的一种反弹的状态 反弹和反转最重要的区别 就是它们在力度上和发展的 将来的这种延续性上 是有所差别的 那618的位置 指明了上涨和回调的位置 那么这种测量的方法 我们叫做它的内切 就是切到它的内部 同时在去研究斐波纳西的时候 还有它的外延的方法 还有外延的方法 那外延的方法怎么做呢 注意我们现在研究的波段 看到波段的是这个波段 这个波段 当我们把斐文纳西的这个线形 就还是它由下向上拉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会发觉在它的 在这个线形的下方 在斐波纳西的线形的下方 出现了它的拓展线形 这些拓展线形 那我们看到它既有内部的 就是下跌回调 回调到它的382的位置 为什么是382呢 我们说从上到下走了100 那么这一波段的两倍的位置 我们看到这是2.0 那么下边的这组数字 1.0 1.272 1.414 1.5 1.618 2.0 这一组数字 就表示着斐波纳西的外延 我们在之前讲解的时候说 我们从内涵做到外延 从斐波纳西的内部 做到它的外延的位置 同时这些交易的位置 会看到它会特别的走到 这些1.5 2.0的位置 就拿这一波的行情 最终的这一波行情 它经过连续的 连续不停顿的这种 N形结构的延续 这是到N形结构的延续 那到N演变成一种正Z 正Z最终形成反转的行情 NZ的结构在 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 在研究行情过程当中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态 简单而有效 那最关键的是 我们在交易当中 去识别出这些形态 并且为我所用 这是在终极课堂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研究行情的 一个内容 当你去发现了这些图形的话 那可以说 对你交易的提高 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形态 那我们在图形当中 去把这些形态 去标注出来的话 我们发觉它经历了一个 这是标准的到N形态 标准的到N形态 那经过到N形态的延续 并且到N形态 完成了对前期 这个低点的破位之后 N形开始转变成Z形形态 那这个行情的下跌的力度和幅度 开始逐渐的去减小 但是它保持形态的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就是看到 这是 这一组是个Z形形态 这是一组Z形形态 Z Z形形态 那中间Z形的走了两段 那在这里Z形走了两段 第一个Z 那之后还有第二个Z形的形态 第二个Z形形态 那我们看到两段的Z形形态 开始不断的 它的斜率开始不断的减小 斜率开始不断的减小 那第一个N形结构 它的斜率开始向下斜率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波段去 去度量它的斜率 第一个形态 它一直走到这里的时候 它完成的斜率 我们看到它是308 那也就是说 第一波下跌的行情 它有52度的角度 这是它的第一次下跌的行情 那从第二次 这个N 就是下跌的这个N形开始 我们看到 它的第二次的走势和它的斜率 是约略是一致的 走了 就是56度的行情 也就是说两次下跌 就是 12345 这一波下跌的行情 它走的力度是一致的 都是54度 那接下来看到的 这一组下跌的这个 就是这一组Z形结构 这一组Z形结构 它的下跌的角度 开始逐渐的去变得和缓起来 它变成了不到50度的 不到50度 最终的这个行情 最终的这个Z形结构 会变得更小 所以看到这个图形 在走的过程中 不断的 由快变慢 由一种 深入的下跌 变成一种浅的下跌 开始逐渐的形成 这种反转的格局 最终行情出现了反转 那在中间的时候 我们看到 它是走出了一些 完整的NZ的结构 当然NZ不是我们今天 所讲的重点 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重点 在于Fibonacci 现行中间的内部与外延 它的内与外 那刚才使用的是 这个Fibonacci 同时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会看到 说Fibonacci的外延线 Fibonacci外延线 它的画法 可以这样来去 将这个图形画出来 下跌拉回再下跌 行情最终运行到了 它的外延的150的位置 外延的150位置 抛去图形当中 这些欧元走势的 具体的形态 我们可以先从 一种 就是这样意义当中的 一种教科书式的形态 来看一下 斜波形态 所谓斜波形态 就是交易当中会产生的 种种与Fibonacci相关的 几个波段当中 上涨与下跌 均稳和Fibonacci的内涵与外延的 这种形态 我们叫做斜波形态 它是Fibonacci的一种境界 最为简单的 最为简单的是ABCD形态 那在我们在之前谈及过ABCD 并且也用它做过交易 我们在前期交易黄金的时候 就使用了ABCD形态 去找到了黄金的获利目标位置 我们去做多黄金 从1240做到1270的 这一个波段的时候 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使用了ABCD形态 从中找到了1270的这个位置 带领大家去获利的超过 300点的黄金的获利 除此之外的还有三驱动形态 那实际上就是ABCD的燕 还有加特利形态和螃蟹蟹 这个蟹蟹和我们通常说的蟹蟹 我们通常说的蟹蟹是这样 它这个词翻译成中文 它不是这个蟹蟹 而是蟹蟹 我们把它说成它的螃蟹的蟹 螃蟹的蟹 还没看到 把这么复杂的词作出来 不是不是不是 形态螃蟹形态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里 是不是不是这个蟹形 而是螃蟹的这个形态 它是一种和谐波当中 发展特别快的一种形态 就是那就像我们说 经常说的螃蟹走路横行霸道一样 蟹形出现之后 航行就会走出一些极端的航行 它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回调 或者说它回调的非常短 而它延伸的特别远 所以呈现出一种螃蟹将它一只脚探出去 形成了一种延伸 除此之外呢 还有蝙蝠形 蝙蝠形的就和蟹形的正好是一种相反 蟹形 螃蟹形的是 就是这种知能反差 这种蝙蝠形的相对来说要有收敛 蝴蝶形态是在这种形态当中居中的一种形态 相对来说中正平和的一种蝴蝶形态 每一个这种蟹形蝙蝠形 butterfly的都是有五个点构成的 第一个XABCD XABCD五个点 那这五个点构成完美形态之后的行情会形成反转 这一套理论 我们说的这一套理论 包括加特利 有个本书叫做加特利222形态 那为什么叫222呢 这本书籍就是这个蝴蝶理论的这本书籍 一共大概 我们想是 上前一千多页的书籍 那这本书籍在当时可以卖到一千五百美元 可以买三辆福特车的钱 在大萧条时期是卖的非常的贵的一本书 那它中间最关键的一个理论就是 这个加特利222形态 在交易当中 它的引导交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就是我们发掘图形当中 如果走出了这些标准的形态的话 它的反转的意味是特别强 好 那我们看到了很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了有很多新的知识点和内容 我们先从最为简单的ABCD形态来看起 现在后续的这些形态 都可以在交易当中去学习和应用它 先去做一个这种热身 之后我们也会讲解的到 那先看最为简单的形态 ABCD的标准形态 我们先看它的标准形态 所谓的ABCD的标准形态 它是指这样的一种图形 AB构成主升浪 那这个主升浪在交易当中是看得到的 构成主升浪 也就是说你先看到这个主升浪 它上涨之后 或者说我们不去用浪这个词语 因为如果要讲到浪的话 就可能引起大家对这个行情更为复杂的联想 那我们在这里不做复杂联想 就将目光集中在AB段 AB上涨回调0.618 这是标准回调形态 那将来再去上涨的时候 到达它的1.272的位置 那我们先学标准 当然有可能这个延伸啊 就是因为外汇交易当中 第一个低点的确认 有人使用它的极高点 有人使用它的收盘价 那中间就会产生一个 介于1.12到1.414与1.5之间的一个距离 就是低有可能运行到一个AB段的 AB段的1.5的位置上 我们现在请问一下各位 现在在场的投资人 有哪些投资人 他们你们是知道这个1.272是如何得出的 它在AB之间画1.272 它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小小测试 有投资人 如果明白的话 就可以在我们的群中去表示说1 我就知道大家是明白 这个1.272是何种意思 都会用到一个小小的地方 都会用到一个小小小的地方 是我的电脑没有没有没有吗 还是大家都不太清楚 周天的时候在进入到终极班课程的时候 我发觉很多同生会有这样的想法 凡是我讲这样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并不特别有意思 凡是切到MT4上面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个课程会更加干货一些 那我们如果不清楚 我们就先把它切到MT4图表上 然后来具体的案例当中来看待如何去寻找ABCD 图形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它都去掉 我们在上节课的时候给同学们增加了ZGZ的指标 将来的话还可以在图形上增加这个指标 就是叫做蝴蝶的2.0 蝴蝶2.0会自然的帮你去标注出他们每一个波段回调的位置 当然在学习它自然标出之前 我们先手动的标出 你要知道这些数字是如何被标注在图表上 它代表何种含义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就看到一个 在这个上面就看到一个1.272 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对吗 我们把这个图这个位置把它变得大一些 把它把这个图变得再轻亮一些 我们把它变大一些 看到吗 这里看到出现一个1.272 它表达什么意思 它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看到从这个峰值到这个最低点 从峰值到最低点 如果我们去画斐伯纳奇的线形的话 正向的话 你这样去正向的正向的画它 看不清楚的话 可以将斐伯纳奇的线形去标注成其他颜色 比如说标注成浅色的 我们说紫色的颜色 当你把它画成紫色的话 当你把它绘制成紫色 紫色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波段从上向下的 这个波段 当它运行到最高点的时候 看没看到在这里有一个127.2 也就是说这个1.272 这个1.272表示说下降波段 经过了某种挺身之后 到达了它这一个波段的外延1.272的位置 好吗 这是这个图形所表达的含义 也就是说反向延长到1.272的位置上的时候 容易在这个图形上面出现行情反转的这种趋势 容易出现反转的趋势 假设说这个图形连续的上涨 连续的上涨 并且每一个上涨波段都运行到了1.272的位置上的时候 它的反转的力量就会更加的强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部 就是这个结构的结构的内部 就是通过研究这一个上涨波段的中间的比例组合关系 去找到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是做事后的推理 现在是做事后的推理 将来再去研究的时候就不是在事后的推理 而是说我们进行事前的去判断哪些位置 有可能出现出现高点 就是预先看到这个1.272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是可以去交易它的空单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找到这个点 延伸浪的时候要求我们再去画图的时候 它去找到它的回调 每一个波段都会有它的一个回调 反向去画Fibonacci的时候会有它的上涨波段 每一个上涨波段如果去符合上涨回调 再上涨到达1.618位置 这是第一波上涨的行情 再次运行的时候 再次运行的时候我们发觉 行情它走到哪里呢 再往上一直推演到最上方的时候 我们发觉它的这个图形运行到了1.5到1 这里我们把目光集中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又一个1.618 所谓的斜波形态是指每一次上涨的波段 它形成一种两次上涨都呈现出一种同样的 这种上涨波幅的时候 那么在第二次再次到达1.618的位置上 就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反转的可能性 我们在讲座的就是在这个上面是两次都到达 形成一个0.6181.272的位置 0.6181.272的位置 那第二个形态就是1.272 1.272这种连续的同比的一种上升格局 那么在第三次再次第三个点 1.2.3第三个点再到达这个位置上 有可能非常非常可能形成下降的波段 那刚才的纽币对美元是在这里走出了1.618的位置 1.6181.618 然后在这反转 这是图形当中的 第一波上去到它拓展到1.618位置 第二次上去又到1.618的位置 所以形成了两次1.618的反转的位置 这是我们在图形当中是这样去研究它的 那这些跨图的工作可以通过手动来进行 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推荣纳奇的方法来去进行 如果手动的进行这个图形 该如何如何做呢 我们看在这个图形当中连续的下跌回调下跌回调 刚才我们分析过它是三个波段的 这是你可以就是三个组合的 当然你可以把每个波段进行回调的测试 这是第一个波段 这是第一个波段 它在运行的过程中到了 这是下跌回调到618位置 再下跌到了1.272的位置 然后形成回调 这是下跌回调 那第二个波段 再看第二个波段 第一个波段它对应的行情是这一组行情 是对应这一组行情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组波段 这是第二组波段 我们去找到它中间的那些斜波性 所谓斜波性就是找到它拓展位上的这种协调性 我们看到第一波是127.2 第二波它的拓展位是运行到了1.618的位置 将将到了1.618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它的斜波性就并不强 在第二次的运行当中 第二次的运行当中 它出现了一种加速的状况 也就是说本身应该在1.272的位置上停顿 如果在这停顿的话 我们在这标注 如果在这个位置停顿的话 那么它将来有可能的线形就是这样的 下跌下跌下跌到这边上涨 但是它在这里一根巨量的放量的这种大阴线 穿过了127.2的时候就到达618的位置 那这个就被破坏掉了 表明说原有的下跌的这种行情没有产生斜波的反转 而是更加进一步的向下运行 再看下一组波段 就是这一组波段 和我们刚才的回调的位置 就是这一组波段 你注意这组波段特别漂亮 下跌回调到618的位置 再下跌到127.2的位置 那这个这一波的回调是一个可以去交易的回调 这是可以做这样 它的这个波段就是从下方到上方的这一组 这一组波段是符合我们在图形当中的第一页的图形的 上涨回调到618 实际上就是回调了382 然后再走一个1.272的位置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做sell 或者在这个位置上做by 那图形当中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它就是刚才那个做by的by单 在底部到达127.2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上做by单的支持 在交易当中实际应用 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位置上做by单 那具体操作是怎么做呢 我们在底部看到了3K反转的形态 看到了三川形态 看到了这种最小线形的这种拓展的形态 就是最小线形出现上下乖离的形态 甚至在这个位置上出现2B 那这些都是在交易当中可以去交易的图形 那入场之后会形成一些交易的交易的单 那最低的位置1.1131的位置 那高位的位置出现在 就是最高的位置上出现在1.1215的位置 那中间有大约80到90点的一个获利空间 这个波段为什么没有产生一种反转 实际上它我们知道行情在通过Fibonacci去分析的时候 它有可能走出这种标准的反转形态 有可能走出的形态是并不标准的 因为市场当中除了技术面的推动力 还有基本面的推动力 这是它可能的形态 我们再看第三组图形 就这组图形 这组图形仍然用这个图形去度量它 我们看到它的下一组形态正好又是在这个127.2的时候 那这就出现了特别明显的斜波形态 注意我们刚才第一组127.2 第二组又是127.2 这就是特别完整的斜波形态 它的每一次回调都呈现出一种到达这个目标位置就停顿 菲伯纳西的现行是一种非常高阶的一种判断方法 它去非常右侧非常左侧的去判断这个反转点 这在我们交易当中是特别有效的 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比较偏左 我们为什么说交易越做越左侧呢 因为在交易的过程中 每一次这种判断和选择的时候 当它出现斜波形态的时候 当它出现这种形态的时候 一些懂交易的交易者 甚至就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127的这个位置上就开始去布局它的交易 那中间在这个位置上偏右侧的方法 就是底部形态在这个位置上得到了确认 那这波上涨 这波上涨的图形构成了它交易当中最为理想 就这一个波段当中最为理想的交易点 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出现在底部的1.1095的位置 1.1095的位置 那这种图形看似破位 实则飞也 看似破位 实则飞也 那这种位置 它出现的反转 就是反转向上 至少会形成一个通道型的反转向上 这个通道是这样的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 我们看下方有它的支撑线 上方也有这样的 这种通道型的走势 如果我们把它 这两条线形水平存在的话 我们发觉它实际上是运行在 这个行情运行在通道之中 那当它行情在反向 再去点到它通道的下跪的时候 本身这个图形就有可能形成 这种向上做的力量 上方的趋势线 上方的趋势线突破通道之后 形成破位回调 那这种线形就是连接风骨的线形 连接风骨的线形 我们把它叫做X线 这个大家还没有 没有见到的一种研究的方法 这是它底部 至于这条上边这条线 是比下边这条线更为复杂 而有趣的一种线形 连接底顶顶底 很好玩那种线形 突破之后形成 上破回调再上涨 非常漂亮去抓住了 这个位置的技术形态 当然 比如说Caml老师不对 那个地方不是技术形态 那个地方是基本面的形态 所有的行情都在某一个点上 会汇聚于此而形成爆发 没有单纯的基本面 或没有单纯的技术面 在那个位置上 既是基本面又是技术面 谁推动的 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上 是基本面推动 有可能是单纯的技术面推动 会形成种种不同 那在这个图形当中 在今天我们要去理解的一种概念 就是写过的概念 我们在讲解的时候 我想好多头证 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 我们经常在交易当中 如果讲解的比较玄幻一些 当然今天讲的也已经比较玄幻了 更玄幻的时候 我会讲说 我们去了解外汇走势的脉动规律 什么是脉动 脉动就是有节奏 有规律 有频率的找到那种节奏感 音乐当中的节奏感 和交易当中的脉动规律 这些每次都到达一个位置上的 斜拨的形态 就是我们在交易当中的规律性 这1.2721 那你去比较的时候 比较这个1.2721.618 1.2721.2721.272的时候 发觉它在这个位置上 是容易形成反转 经过一次 一次 我们去解一张图给大家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 一个交易的记录图形的 看到了四次反转点之后 我们要去想和思考的东西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图形当中 可以看到的有斜拨 这是我们再去讲解的这斜拨 那中间有 有1.272道 有斜拨的内涵 与外延 延长 对不那些的反转与延长 那中间还需要再考虑的是 在中间最终的这个形态 形成剧烈的反转 那它就会形成一个 基本面和技术面相互匹配的一个爆发点 那这是研究的欧元 对吗 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英镑出现事件的时候 就是在图形当中 就是基本面出现发力点的时候 时间一定是确定 技术面出现发力点的时候 时间不一定确定 但是它在空间上确定了 所以我们去研究基本面和技术面 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是找到一个两种事件发生的 那个最佳匹配点 就是时空上的那种临界点 时空临界点 那我们在这里 临界点的概念 我觉得是在交易当中 特别重要的一个思考的位置 那刚才我说了 空间的临界点 来自于我们技术面上 去思考它的角度 力度 斜度 还有它的跨度 去找到那个空间 可能出现反转的位置 在这里呢 我们说的1.272的位置 空间上的临界点 是容易通过图形判断的 时间上的临界点 就需要在基本面上去寻找到 这根图形发生的可能性的这个时间 我想 这一点 就是这个结构上 在 在我鼠标所指的这个位置上 它就呈现出一种交易的最佳的交易的 最佳的交易的位置 既是 一个上涨回调的一个破位点 又是时空的临界点 那这是它的交易的最佳位置 我们叫交易的最佳位置 那这是事后分析的 交易的最佳位置 那还有一个位置呢 是交易的最佳入场点 交易的最佳 四是交易的最佳入场点 那这个区间呢 是交易的最佳位置 那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的 一个是 一个是只研究了空间上的位置 一个呢会呈现出时空共振的一种形态 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这种叠加 时空的叠加 所以在图形当中是 很有意思的 在这些图形当中 那中间我们画出的这一条斜线 那这一条斜线 也是值得思考的 那我们在刚才的时候 说过这条斜线 它为什么非常有可能会 非常有可能向上 而没有向上的 中间我们看到 它出现了一种拨的延长 注意我把这个图形的指到了 这个拨该延长 还没延长的这个位置上 中间还有一个图形 是这根K线 也就是说我们指出了 这个位置的 为什么它没有走这个上行的轨道 而是继续朝下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1.272 在这个位置破位了 而且是一大阴线的 中间变化 这是 变化的一个图形 这是我们在图形当中看到的 把这个 发给大家 我觉得这个图形 总之是蛮有意思 那我们把这个图形放到 这是基于欧元 欧元对美元四小时图 通过ZX去连续的分析 去得出的交易的结论 现实行情当中 如何去把握这个图形 我们看刚才 做的这个工作 每一次去测它的拓展位 需要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我们要求这个图形 是在波段当中运行的 就是它走势 是有这种波段性 而且这个波段会呈现出 一种角度力度 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的一种格局 行情屡次次 就是不断地再去向下运行 同时满足了它1.272 或者1.618的拓展位 每一次都满足 呈现斜拨状态 但是它的斜率却越变越低 某种成绩上 这也是一种背离 某种意义上 这也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背离 最终背离的次数越多 会形成行情反转的力度 会越强 我们来再看一下 其他行情 我们期待在交易当中去 通过它去寻找到一些交易当中 交易当中的一种实战的运行 这会也引申到我们的 在交易系统当中去使用它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交易系统当中 这是交易系统当中的Z模板 Z模板上会带领大家去看到有这些重要的数字 它帮你标注出来 那这些标注出来的数字 如果你去观测的话 你会看到在这些细小的中间会看到0.78 0.618 0.70起 斜拨状态就是从中找出那些每一次波段都特别明显的一个图形 我们在这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你注意到这儿的1.618没有 我把它变大 你注意我没有调节这个数字 只是在这个位置上将某些数字变大 去显示出它的作用 显示它 显示出它的作用 标注出这些位置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图形上 两次上涨都是下跌上涨到了它的1.618的下跌上涨到1.618位置 然后在1.618位置大幅的下跌 这是一种巧合吗 有时候是 但是巧合出现的多了就出现了某种必然性对吗 我们在交易当中 所谓的巧合 我们回想一下这个英文怎么说 consequence是不是 我们英文这个 它其实表示是某种概率在里面 就是它既有巧合 当巧合的次数发生的多了 它就变成了某种必然 必然也不绝对 只是说发生的几率比较大 那在中间我们看到的这些图形 与事后的这个大幅的下跌 有巧合的关系 也有技术面上带来的这种行情的运行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图形当中去寻找出这些斜波运行的规律 好 就是寻找出这些斜波运行的规律 我们再来看一些图形 再来看一些图形 去找到在哪里出现这些斜波呢 那在这张图形上似乎没有这样的斜波 没有这样的斜波的关系 因为这是欧棒 那这根最后的这根线形 由于英镑的这种剧烈的贬值 使它强烈的上涨 所有的斜波形态在这里都都会失效 那我们看一些相对规避了英镑和就是在在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事件当中 因为有英镑的力量 所以非常大的影响了它在对技术面上的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张图形上是否有这种斜波的状况 我们看这是1.0这是1.41 斜波的状况并不清晰 那这是这个位置是1.272的位置 这也不太清晰 上方的位置也是回调不太清晰 注意我们ABCD中间最重要是研究它的拓展的位置 去找它的拓展 在这个图形上也来看一看 它能变大一些 这也是并不存在一些斜波的关系 我们希望这些斜波的关系出现在一组连续上涨或下跌的波段当中 去找到那个斜波的状况 有些图形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但是你看到就是如果出现斜波状况的话 你在这里看到了两个数值 在这里看到了两个数值 铁波状况在开始的时候 表示上涨回调到0.707 上涨回调到0.707 就是上涨回调到这个位置 上涨回调 你注意这个0.707从这里连到这个位置 去找到这些斜波的位置 会让你带你去抓到它的极好点 就是说前一个波段运行了这么长的位置 再走一个波段 如果它到了这个位置 这样形成反转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出现好的交易的机会 它俩要形成一种 这种力量相等回调的幅度相等 如果在图形当中能够表现出一种上涨顶部盘整 上涨顶部盘整再回来的这种状况 会形成更加好的形态加菲伯纳奇的这种双重的斜波效果 我们在图形当中去寻找和辨别它 好 很多同志们说 这样的图形 就是如果掌握了这套方法的话 你似乎可以在图表当中 不需要用均线这样的指标 因为均线是趋势型的 均线是落后的 而斜波状况会带领你去预先的去找到行情 那如果预先找到行情并得到确认的话 它就会形成第一入场点 交易当中的第一入场点 再次确认的话就会出现第二第三的入场点 这就进入到单纯依靠K线去做交易的一种状态 也是很多单纯的技术面的分析者使用的 我们听说叫做裸K形态 其实就是表示说 它的研究的是单纯的去研究K线 当然我在我的认知当中 也包括国际的主流的这些交易者 他们在去研究行情 去单纯的去通过技术面 甚至说单纯的通过K线 而没有数量统计 没有种种的分析的话 那容易陷入到一种经验主义的 一种怪圈当中 而且也是难于传承的 就是如果我们去谈盘感 谈单纯的K线 谈这种交易的感觉 就没办法定量 而通过我刚才所讲的这种斜波形态 你是可以做定量的 所谓定量就是我们在图形当中 看到了这些数值的变化 形成了数值与数值之间的一致性的时候 反复测试这些一致性 就是能够找到它反转和波动的 最大的可能性的位置 那在图形当中我们似乎处略一看 除去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图形态 在中间再没有形成这种斜波的状态 特别是最近的英镑的形态 英镑本身在变 影响着欧元和瑞士法轮快速的变化 与之相对应的币显风潮的奥币纽币 也在快速的变化 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行情 都走出了一些极端的变化 所以在这个时候使得技术面上去寻找 这些斜波状况就不大容易 寻找得到 但是如果我们在通常过程当中 如果寻找得到的话 它的交易的状况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一组形态当中 似乎就有斜波的这种影子存在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组 上涨零点 这是中间第一波2.0第二波的是1.272 那这一波波段我们来手动的去测量一下它到达了哪个位置 我们发觉它到达了1.618的位置 就这个峰值1.618的位置 那这属于刚才就是这个形态到1.618 它属于 它属于什么 属于对1.272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加速形态 我们把它变大 把它变成变大 1.272 我们再在这个位置看到了这个图形 这个0.618图 那这是我们刚才举的范例的又一个验证 它表示说 这两个峰值之间是1.272 这两个峰值之间 刚才它图形上没有连接 我们手动测量的时候 发现它是1.618 1.618再往上又一个1.618 就是这两个峰段之间出现了斜波状态 就这两个峰段之间出现了斜波斜波状态 最终形成顶部形态 这是在交易当中去需要去敏锐的观测出它 所以我非常建议投资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去多使用斐波拉奇的线形去 无论是内涵还是外沿去做这个练习 反复练习之前 你就会目测就得到它的这种 位置的所在 实际上未必一定要用拓展线的 不用拓展线也能找到那个位置的拓展的所在 那这时候你就会感知到 这个位置有可能见顶 你去看林郎老师在去分析的时候 他就经常会说 这个地方它突破了 但是非常有可能是假突破 所蕴含的这种盘感 当然在言语的解释当中 它会演变成为一种喜多幼空 喜多幼空 可是真的如果去规划到某种理论性的东西 我也经常建议它 它把这种喜多幼空 因为太 我觉得是有些玄幻 而玄幻用的好也不错 我是觉得有些玄幻 那怎样把这种玄幻的东西能让 头正可以模仿 而不是说去始终觉得玄幻 我想中间的这些内容 实际上就是它的盘感所在 感受到了每一次谐播状况中 所以你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 它的那个那套理论的名字叫什么 叫同运 同运 那他在讲解同运的时候 会说同运就像是这种 音乐当中的韵律相互一致 我想如果用一个比较粗俗 还是当然也不是粗俗 就是它的这个名字是比较雅致的 同运 那如果用一些相对没那么雅致 而白话文一些的 我觉得斜播状态 就是波段比较一致 频率形成一致的时候 它就是用斜播的一种状态 那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在交易当中 这种反复品味和这种去理解的一个内容 这是我们再次的举例看到说英镑对 纽币形成斜播状况之后的大幅的下跌的情况 每一种交易的方法 特别是这种极端偏左侧的交易方法 需要大家在日常的去交易当中的去练和揣摩 那如果有交易系统的话 那你就依据交易系统去做 那这个交易系统会在终极办里面去讲解到 有交易系统就按照交易系统做 没有交易系统就没有参加到学习的时候 没有参加学习的时候 你就反复的练和琢磨它 反复练去不断的去画出这种线形 去找出那些斜播的状况 每天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出去 听我们课堂上的讲解的时候 Kam老师告诉你 这个地方出现斜播了 除此之外 你自己要去做研究的时候 就去画阶线 去找到你自己的斜播的状态 这是交易的进阶与提升 每一次去找到了位置的时候 都会带来非常大的行情的走势 每一个走势 这些判断准确的斜播状况 它的获利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我们最终去学习交易 要演变到交易获利当中去 无论是一些复杂的方法 还是简单的方法 它都是一样的目的 再来再看是否有一些例子 我们看到这是1.618的 下降波段的1.618的位置 我们在前边再去找的时候 发现这是1.618 这个波段是1.618 我们再去重新看一下这个图形 我们一样把它去变大 去找到这是变大的1.618 这是变大的拓展的1.618 中间出现一个波的空档的位置 中间就这一段出现了空档的位置 手动来量一下 它量的前边的低点 那这个波段到哪里 它到150的位置 这个位置到150 也就是上涨 上涨回调 再上涨 就是它是一个Z结构 是下跌 然后拓展到1.618 下跌再上来到了1.5的位置 1.5的位置 就是在这里看到1.5 它还没有到达1.618就反转 没有到就反转 实际上它最有可能的反转位置 不在这里 而是说最有可能的反转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上反转 所以它没有形成一个理想的 这种斜拨状况 它提前发生 那这个行情提早的发生了 那如果我们去布局的话 一定会将这个图形 去布局在一个更高的位置 就是不一定能够再上去 在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去入场 所以这波波段用斜拨的方式 不一定能够掌握到它 第二个波段 在它再上去的时候 到了1.618的位置 上到1.618表示它经过了150 它经过了150 那如果斜拨的左侧 就在150这个位置上去交易 再上去再下来形成顶部反转的时候 重新点次150再回来的时候 这都是交易当中的好位置 那上方的关卡价位同时我们看到有7000点关卡 单纯的看7000点关卡 这些也都是交易当中的重要的千点关卡 千点关卡配合斜拨的反向突破 所谓反向突破 正向是朝上走是左侧 反向突破就上去又回来了 点次了 点次中间还有二次点次 那我们在这里面去把这个箭头的 这是0.7 价格两次点次 两次点次 我们顶端是1.6 那第二波呢 第二波一定就是1.5的位置 对不对 第二波就是1.5的位置 反向回到1.5的位置 就形成了第二次入场的交易机会 这个位置 这个峰值 第一次上去下来就形成一波峰 第二次再上去再下来形成双峰的格局 这是双峰格局 那这个1.5是怎么来的 我们看假设我们去这样去量它 假设这样去量它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那么1.5的位置就出现在这里 那1.5和前一个波段是完全冷和的 两次点次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左侧的 左侧的交易的空点和空区 这是我们在图形当中看到的时候 如何去判断它的这个位置 那将来行情再上来的时候 再次上到这些位置上的时候 都会是形成交易当中的空区 都是假议当中的空区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外延线的同运 外延线的这种斜波交易 实际上它除去外延线 还有内切线的内切线的这种就是上涨波段当中 内切线的618 0.5 618 0.1 0.50 这些也是可以构成它们 就每次的回调如果一致的话 也会出现向上的波段 那内切线的向上做 我想顺势交易的投资可能会更容易理解 就是每一次都回调到这个位置 然后上涨会更容易理解 那交易当中这个图形是特别有意思的图形 就是这种形态 我想单纯的看待这张图 好像我们也把这张图的发给大家 就是单纯的看待这张图 好像是觉得它并不特别复杂和难 但是实际在交易的时候 掌握住这些交易当中的韵律和节奏感 实际上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种行为 它们在交易当中是可以帮助我们 形成非常直接的获利的 那首先关系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ABCD形态还有更为复杂的 我们说的还有更为复杂的 变成了三驱动形态 加特利和线形形态种种 我们在以后的时间可以再去讲解 我们今天先讲解了ABCTatom的形态 好 留一段时间和大家去提问题 有问题的投资人可以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在我们的电脑当中 向我来提问 我把同学的声音打开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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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问 我问说英国又重新提案,重新公投,还有谣传苏格兰要退英入欧。 我个人觉得这些事件对行情的影响可能并不特别,就是它的这些新事件有非常多的这些谣传。 那中间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局,那第一个是还没有说确实要去重新公投,另外重新公投了又会有新的市场心理准备期和新的定论期。 市场经过一次两次的这种公投或者再公投的话,实际上市场当中的这些投资人对于行情的波动性会明显的减弱。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之前看到的一些重要的事件,包括希腊公投事件。 那最初期的时候希腊公投的事件影响力度是非常大的。 希腊的债券危机,就是它的主权的债,是否能够有效的偿还成为市场当中的焦点。 那这个事件现在仍然存在,可是再也不会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交易的焦点。 所以市场去交易的时候,你去把握住金融市场的焦点,而非政治的焦点。 公投与否,它在不同的人的眼光当中,它的意义不同。 比如说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它是一种政治的行为。 比如说卡梅隆他的政治的主张,以及他为了大选获胜去提出这种公投。 并且最终形成一个不可收拾的公投,真的成功了。 那再次公投的时候,我想其中一点是民众的需求,有政治家的这种需求。 作为交易的人士而言,他已经过了行情波动最大的一个时间点。 市场是否对他形成关注还是一个后话。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否公投还是提案也好,这些都不会对行情或者说形成主要的影响。 必须是这样才能够形成主要的影响。 就是全球关注,而且运行了非常多的时间,最终出现意外事件才会形成,就是几种因素叠加才会形成这样1800点的英镑的大行情。 除去这样的话,英镑的行情不会走这样大,这是其中之一。 第二个就是如果再次公投的话,我们预想到他不会走出这样大的行情。 可能行情并不严重,成为一种政治事件或者关注民生的事件,而非交易事件。 这是它。 有同样问,正恩形态和道恩形态属于波浪理论吗? 我认为正恩道恩,正Z到Z属于波浪形态。 那它的组合会形成波浪里面的这些形态。 也就是说,恩和Z他讲的是交易当中的上涨回调再上涨,或者回调上涨再回调的一个格局。 他研究了三个波段,有可能成为波浪理论中的ABC。 有可能成为波浪理论中第一浪的这种主要浪的推动浪。 所以它中间是波浪理论中的一部分,不是它的全部。 蝴蝶指标我们课后可以发给同学。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交易当中的图形。 具体市场的走势,我想波动也非常大。 目的还是英镑还是再次触及底部。 也是我们周五做第二波的1.3385的位置上第二波行情也是下来的。 所以交易当中的获利机会是非常多的。 用到实战当中去使用这些交易的系统和指标的话,会形成非常有意思的图形。 比如说我们在中间的一些Z模板。 比如说我们在交易当中形成的这些短线的这些交易的系统的话。 这些翻译附用的交易系统的话,你会看到中间它会以一种系统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会使你在交易当中它的节奏感和这种行情更加分明。 这些回调的位置。 这也是我们学习这些交易系统的意义和目的所在。 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有问题可以还继续提问。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交易的机会非常多,今天行情的波动特别大。 而且逐渐开始转变成,市场当中的这些基本面开始不再成为推动力的时候。 那些喜欢技术面分析的同学可以尽情的在这个阶段的去使用技术面的分析的方法去来交易。 因为技术面上的这种特点是特别明显的,也是容易获利。 好,祝各位投资人交易获利。 谢谢大家。 哇,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